科技投入到予當中已經是未來的一個苦勢 為了要提升平衡到有落差 成功優勢電視在國家發展委員會和台南市政府的協助集合 將5G轉帽的環境來投入在平衡的效果 剛才說可以提供VIR頭盔 再去合作AI的實境體驗 讓學生可以透過的活動遊戏來學英文 再認識到顧共的文本 剛才提升他們的科技所為地上 也提供學生小孩的合適議員 隨著自信科技的進步 很多領域都有5G的訴求 為了推動核心所謂的核實 和間隔平衡落差的狀況 是應該預算電視和國賓自信共同合作 在國家發展委員會和市府經濟發展局 國共公務員的支持之下 搭著平衡航空的地位核實環境 20日後會補進行該大型的成果發表會 像5G還有這些數位內容的應用 其實跟有線電視它本身的關係 本來就很相近 因為都是跟通訊跟這些影音有關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有線電視業者來做 可以說其實他已經掌握了很多能量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會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所以我們非常期盼 有線電視業者都能夠多多支持這樣子的計畫 基本上在佐鎮國中的部分 其實他只有三個班級 他只有60個學生 那南化其實也是這樣的一個規模 那其實可以看出來 像佐鎮跟南化其實距離我們新聞案都非常的遠 那其實這個我們就靠我們的光纖的普及部分 然後把這個5G的裝網建立起來 然後提供學校有高傳輸高品質這樣的一個VR的服務 那當然我們還是希望透過這個5G專網 我們能夠協助到這個學校在這個 這個情境式的這個教學 能夠有所這個另外一項這個新的體驗 我們發現其實從科技代入到這種片香裡面 對孩子的學習跟成長的幫助非常的大 那在這個新的課綱裡面 他又特別強調科技領域的融入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這樣子智慧 5G然後網路的建制以及融入 像這種Live ABC AR VR的這種擴增使徑 其實更能夠幫助孩子 從我們在地到國際 甚至到這種透過虛擬的這種擴增使徑 到達我們無遠佛界的這樣子的一個學習方式 這種那個5G的引進的話 讓孩子在這個平板的使用 或一些數位的媒材的使用的時候 他不會斷線 而且會比較順暢 然後也讓透過這個計畫裡面 讓我們孩子也接觸到一些 我們平常比較不容易接觸到的東西 所以對整個未來他在數位學習方面 上面是有相當大的益助 科技跟你教育當中 除了讓核心可以提醒主心的數位使用 甚至核心以外 透過當地全盤發展的團結 也有大大提醒到有組繞 感謝平衡查局 新年優先電視也在國化學處長 企護護備處長 進化球場建制集合 近三四十台美額頭盔 讓市民國中 建構緊將完成的地位向上 記者做點酷 綜合不得 然後再次拍到 然後再次拍到 iz